累了請上車 與粉紅插跑拉開距離 跟在隊友最後端的小貨車 無私功落後的香燈腳搭乘 腳有點抽筋就上來 你休息好再下去了 腳抽筋了 受不了了 一貼了六個腰膏了 車斗兩側加裝欄杆 後頭方便香燈腳踩踏的樓梯 或升降踏墊 再放上一排椅子 可以坐得舒適一點 就是要坐好 手要扶好 這裡頭到中間不要弄到這樣 也有像這樣一二三四五 車斗露出的三個面 共九人搭載 香燈腳兩條腿懸空 身爬不小心跌落 緊緊抓住旁邊支架 而開車的這一群人也是信眾 每年看到路上都有很多 走不動的香燈腳 然後我們就想說 不然就是拿貨車來載這樣子 大型沐浴車上分隔的淋浴間 蓮蓬頭放置架 設備齊全 超級方便 然後超級舒服的 壓力很強的蓮蓬頭 來自台北的陳先生 幫車禍的兒子祈願隨向八年 他首次加入開充電車行列 當初我們走八年 我們就是自己覺得 要充電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就去籌組一個充電站 充電車上多達四十到五十個插頭 相登腳車成了暖心風景 但一對母子太疲勞 上車時沒踏穩 差點摔下去 還有一名搭車的五十六歲富人 在車輛轉彎時從車斗上跌落 頭部撕裂傷 白蝦屯拱天宮工作人員也呼籲 槍燈腳要留心自律 衝衝衝的當下得顧及自身安全 當下得顧及自身安全